在他走访的过程中 他与市委副书记郑茂森交流了一下 明天市委常委会议的议题后 也提起了培训班的问题 培训班已经正式开班 开班时是郑茂森亲自主持开班仪式的 对这期培训班提出了很严肃的要求 但是经郑茂森的观察发现 这些培训学员对参与这个培训班 大多数存在着不满 有的甚至以不去上课而消极抵抗 按照郑茂森的意思 最好是能杀衣井板 严肃学风学迹 这些学员最后的成绩 跟今后的前途联系起来 这样一来看谁还敢消极罢课 林景洪听完之后沉吟了一下 这件事情本来他郑茂森一人做主就行了 这毕竟是他的分内事 何必要跟自己商量这个 无非是想拉着自己下水罢了 郑茂森到现在为止 除了在几个部门的影响力大增外 在市委常委会议上 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光杆司令 他想暂时将自己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做出一副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表情来给别人看 这也算是借势实力了 自己同意也无妨 反正已经得罪了不少人 再多得罪一些人也无妨 而且这些人如果连这样的大事都看不清楚的话 将来走上单位估计还是绊脚石 能踢开的趁现在踢开倒也没什么 想到这林景洪点了点头 两人商量了一下 准备在下次书记碰头会议上提出这件事情 两个人最后又谈起了关于施纪委的事情 郑茂森已经掌握了施纪委的大部分人 当然这只是表面的 至少林景洪在施纪委的影响不下于他 因为他控制了郭连江离开后的最嫡系人员 这些人在施纪委的影响力才是最大的 在林景洪走访自己这一方的人员时 高宝伟几乎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他以前可是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的 这算是被林景洪逼上了梁山 明天的市委常委会议 他的形势不是很美妙 如果不加紧沟通的话 他很有可能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高宝伟知道军分区政委换人的通知后 当时就觉得这件事情肯定跟林景洪有关 他特地打了个电话 给原来的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了解了一下情况 对方只向他高宝伟说了一句 好字为之之后 其他的什么都没说 高宝伟气得差点吐血 京城市委书记唐正缅办公室 唐正缅唐家第二代杰出人物 政治局委员燕京市市委书记 有望入常的人而且希望很大 他毕竟很年轻 如果唐正缅入常成功 那唐家的势力将会进一步加强 本来近几年来 三大政治家族已经有些没落了 皇家和正家还在没落 因为第三代人中没有出现强势的天才人物 而且第二代也只能算是马马虎虎 算不上杰出 只有唐家不一样 先是唐正缅 接着又出了唐阳轩 这个三十多岁就成了乡省省委常委的人员 再熬个七八年就能主政一方了 这样的年纪 这样的资历 注定成为唐家既往开来的希望 静硕呀 这次加州之行任重而道远呢 林景洪去了加州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已经将原本铁板一块的加州 破成东一块西一块了 更是将加州市政府那边经营的如铁桶一般 手段很是不错呀 你跟他曾经待了一年的时间 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不妨说说看 唐正缅站在窗前背着双手 看着外面的景色悠然地道 唐书记 林景洪这个人我看不大透 要说他嚣张跋扈是有的 可是他却又很有分寸 嚣张跋扈只是对于他的敌人而言 要说他手段惊人 但是又看不出他使用了什么阴谋诡计 公身站在唐正缅身后的那个中年人 思考了一下道 不等他说完 唐正缅便挥了一下手 官场上玩阴谋诡计的人都不会走得太远 他这是堂堂正正的阳谋 阳谋摩天下 堂堂正正之师 一绝而气势如红 让人难以匹敌 这样的手段才是真正的手段 你不懂 此去加州市任师纪委书记 好自为之 好了 你走吧 去中纪委那边看看有什么需要做的 唐正缅暗自叹了一口气 加州市将是风云际会之地 不愧是林家出来的 对局势把握都这么准确 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加州 而是整个中西部的发展态势 杨轩啊 你的宿敌出现了 将来必定是你们两个人中 一人主天下呀 林锦红 在市政府食堂吃过午饭之后 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启程前往牧原县 这次前往牧原县 是为了建煤区来的几个投资商 以及看看那个大型露天煤厂上 出现农作物和坟地的事情 本来他是该早点去的 后来让赵明波去了一趟 原因是调查清楚了 这次去看看怎么解决 林锦红刚上车 还没出了加州市区 却接到了曾军可打来的电话 说是市委常委 军分区政委 想要见自己一面 林锦红愣了一下 想了想 随吩咐安天 先转回市政府 既然人家一上任 就要见自己 自己还是要和人家见一面的 毕竟明天 就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了 交流一下也无妨 去牧原县的事情 也不算什么大事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回转到市政府办公室 门口正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曾军可 另一个人则是45岁左右 穿着军服的军人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气势 方脸浓眉 四方俩 一身站得笔直 朝天一炷香啊 应该这就是军分区政委 郑玉信了 看得林锦红 曾军可 忙上前给林锦红两人介绍 郑玉信政委 您好您好 很高兴认识您 林锦红忙上前和郑玉信 握了一下手 郑政委今天刚到加州市吗 远道而来 辛苦辛苦了 来请里面坐 赵明向上前推开办公室的门 几个人进了办公室 曾军可便辞别了林锦红和郑玉信 离开了办公室 反正她的任务已经完成 再待下去就有些不知好歹了 林锦红和郑玉信分宾主落座 林锦红吩咐赵明向泡茶 地烟泡茶寒暄一阵之后 郑玉信先打开了话匣子 他有些拘谨 说的无非是今后如何配合林锦红的工作等场面的话 又点了一下自己身后的沈家饼 林锦红微微一笑 郑玉信显然是一个憨厚的军人 很符合自己的胃口 看来沈家饼也明白自己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说到底其实自己并不需要什么人 只是需要军分区的那一票而已 哪怕军分区来一个木头储在那儿 到时候能举一下手就行 自己不想插手加州市军分区的事务 同时也不想军分区插手加州市的地方事务 这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聊了一阵 郑玉信起身告辞 林锦红也没有多挽留 很是热情的送他到了办公室门口 看着郑玉信离开后 才回到位置 拿出自己的手机 给沈家饼拨了个电话 向他说了一声谢谢 并表示自己对郑玉信的表现很满意 两个人聊了几句 林锦红准备挂了电话 沈家饼却突然向林锦红道 今年春节的时候是回京城的吧 今年春节 铁血俱乐部将举行一场大军演 我替你报名参加了 报名后可不能退出啊 否则取消会员资格哟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尖笑了一声 等待着林锦红的怒火咆哮 可是沈家饼失望了 林锦红并没有向他咆哮 只是良久才叹了一口气 是不是这场军演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或者说对你来说很重要 事关前途啊 林锦红平淡地说完 可惜他看不到沈家饼此时的表情 否则一定会为沈家饼的表情 变化如此之快 而感到惊讶不已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娘的 我算是服了你了哈 沈家饼抱了一句粗口 然后哈哈一笑 今年的军演他也会参加 他被誉为军界的希望之星 也被看作是将来军界的第一人 今年铁血俱乐部的大军演 已经引起了很多军方大佬的注意 这次大军演也被人传为 军界第一人的争夺战 参加大军演的大多是少年俊杰 虽然说这不是正式的军队内部进行的军事交流活动 但是由于铁血俱乐部的特殊性 而且近年来铁血俱乐部的各类演习的成绩逐步提高 表现出跟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军事俱乐部有得一拼的势头 因此许多军方大佬才会将目光转到这上面来 有传言甚至说将来军方很有可能从这里选择一些人才 林锦洪听完微微皱眉 显然沈家炳也是将来军方第一人之人了 这话说的有些拗口 不过大致的意思就是军方将来的实际掌权者之争 这样就明白的多了 沈家炳年纪轻轻便已经是将军 再加上沈家是一门三将 门声顾力遍布天下 是军方掌权者的有力争夺者 他自然不想放过这样的机会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机会 毕竟铁血俱乐部再怎么强劲 也只是一个俱乐部 并不是官方机构 这应该更多的是意气之争吧 现在沈家炳拉上了自己 就为了这么点事情 嗨 林锦洪叹了一口气 现在还不知道将来的事情呢 如果春节能赶回去的话 一定赶回去 我能承诺的也只有这个了 前次听你说过 这个铁血俱乐部是半官方性质的 那么出来主持日常事务的老板 又是何方人物 我想不大可能全是军方的人吧 嘿嘿 我还以为你会忍着不问这个问题呢 刚才说的那位军界未来之星 就是咯 林锦洪再次皱眉 他总觉得这里面好像有些东西似的 又抓不住 林锦洪也懒得现在去思考这些问题 便跟沈家炳道 好 我有了几分兴趣 到时候再说吧 既然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 也应该表示一下吧 数量减一下吧 就五百人好不好 哼 你这个无耻的家伙 太无耻了 你这是做了好事懂不懂啊 这是为国分忧啊 你身为一个市长 竟然连这样的觉悟都没有 气死我了 电话那头的沈家炳 自然明白林锦洪说的是什么 咆哮着道 他突然风口一转 七百 最低了 没得商量 林锦洪嘴边露出了一丝老狐狸式的笑意 好 成交 先送三百来 过几天就要用得到的 我先想成立一家保安公司 不过是阮氏集团注资的 为的是将来加州市经济建设保家护航 应该没有埋没他们的才能吧 这样最好 我想他们也只能做这些事情 真让他们去办公室当到白领 估计也做不来 如果真是人才的话 我们军队也是需要的呢 还会便宜你不成啊 沈家炳暗暗后悔不已 林锦洪答应的实在太快了 显然自己还价力度不够 早知道应该让自己的妹妹小圆 跟这个家伙砍价 好了不说了 我还要出去一趟 等一下没有时间了 林锦洪说着挂了电话 起身带着赵明相出了办公室 再次前往牧原县 市长车队进入了牧原县县委大院 这次牧原县的人基本上没有来迎接 一则林锦洪没有事先通知 二来林锦洪也不喜欢有这个迎来送往的场面 因此尽管底下有人已经知道林市长要到达牧原县 而是故作不知而已 毕竟林锦洪带了这么多人 风声肯定是要泄露出去的 林锦洪下车之后对于这样的情形很是满意 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将这样的情况维持下去 至少在自己的加州市要维持下去 虽然自己没有能力影响全国 但是能影响一个加州市还是行的 他相信将来总会有人效仿 仿效的人多了 那些即使不想仿效的也会被环境所逼迫 虽然这个目标宏伟了一些 林锦洪也不指望能在自己这一代就能够做出改变 到下代下下代 也许不经意的某一天 这存在了上千年的官场陋席就会没了 这个时候牧原县的县委书记杨景盘和县长陈真荣 两个人连媚而至 身边除了他们两个人 也就只有寥寥几个秘书和一个副书记了 没有前护后拥的带着一帮人上来 杨景盘很是热情的道 欢迎林市长历临牧原县指导工作啊 握手寒暄过后 林锦洪身后的几辆车离开了县委大院 这些下来的是交通局、旅游局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的人 不过不是一二八手 而是科室的负责人 他们就是按照林锦洪的意思 认真地总结牧原县在交通和旅游等方面的问题的 回去后得向林锦洪汇报此行的收获 进了县委书记办公室 林锦洪是以陈真荣和杨景盘留下其他的人回去 赵明相也出了办公室 办公室中只剩下了三人 林锦洪指了一下前面的位置向两人道 来坐下说话吧 明天就是市委常委会议了 这次市委常委会议有多个议题是涉及牧原县的 不管高书记到底是怎么想的 牧原县作为将来加州市发展中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而且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 以前高书记或许不以为然 但他不知不觉的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转变 牧原县的发展规划问题要尽量的落实下来 先有一个计划 将来才能保证临到发展而不至于手忙脚乱 这是其一 其二呢 是要调整关于牧原县的人事问题 你们牧原县也可以搞一个培训班吗 提出申请 市委还是能够尽量照顾的 把那些不做事的 或者看不清发展大事的官员塞到培训班去 如果能改正他们的缺点是最好了 不行的话就塞到党事办或者是人大去 让他们好好学习我党的发展历史 再不行就让他们在那养老吧 杨景盘和陈真荣两个人文言面面相去 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 现在看来加州市市委 不对应该说是林市长 对牧原县的经济发展很是迫切了 杨景盘笑了笑 林市长批评的对 我会在这两点上加倍注意 特别是关于培训班的问题 我们也会考虑过这个问题 去年搞过一次 今年再搞就怕人家骂我 这是排除异己搞山头主义呀 林景洪悠然道 排除异己 谁让他们不想当官呢 在其位谋其政 这样简单的道理都不懂 还说什么排除异己 他们想要说就让他们冲着我来 反正身上已经有了这个罢名 再多一些人凑热闹也无所谓 我们想要做点事情 不要瞻前顾后嘛 前怕狼后怕虎的 又如何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呢 说完转向陈真荣道 陈真荣同志 你身为牧原县的县长 对牧原县的经济发展 有什么样的看法 不妨说来听听